香港要走高端路线,要发展创新科技,但是创意哪里来呢?新科技又怎来呢? 大企业的研究部是一个来源,正如如日前火热的华为三接式智能手机,突破了技术关口,将手机和平板电脑共演一路。 这种新技术的出现,是企业愿意投放大量研究资源所产生的结果。 另一个创新科技的来源,当然是大学。 举例,瘟疫来到,医护就在前线抢救,研究新药和治疗方法, 就是要靠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想办法,想出路。 所以,大学是令社会进步,发展和飞药的一个很重要部分。 大家有没有想过,大学为什么要存在呢? 如果纯粹为了育人,为了令人民有知识,有中学已经很够了,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搞大学教育呢? 新中国一窮二百年代,全靠一班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, 为国家研发出一批批大国重器。 五四运动也是靠一班大学生的醒觉,带领民众捍卫国家的权益和尊严。 大学教育对未来很重要,所以香港政府毫不论息,每年花几百亿来资助大学教育。 小小的香港,面积1,100平方公里,人口只有740多万,但就拥有8间政府资助大学。 按这个比例,香港的科研水平应该非常高超。 香港人的家国情怀,道德操守,知识水平,思考能力,你应高人一筹,但不见得。 2014年占中,2019年黑暴,大学都是暴动的桥头堡,大学师生,甚至是暴徒的来源。 对比起五四运动时为国家站出来的大学生, 或者是香港在70年代保吊运动为捍卫国家主权站出来的大学生。 今天,香港的大学教育明显失去了为国铸造精神动良的缴化作用。 精神上不行,那科研的社会作用又怎样呢?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孙东教授说过, 他说发展高端制造业是香港的出路,但制造业其实只是占香港生产总值的1%, 对比其他地区,深圳40%,台湾是34%, 而香港的1%主要是来自业界,大学的贡献占极少的比例。 大学本来应该是科研基地,应该是创新科技的枯发地,应该是社会前进的引擎。 香港有8间由纳税人供养的大学,国际排名不错,论文也不少, 但对香港的实际贡献就不成比例了。 日前,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杨志刚教授赞文,提出一个非常大胆, 而且有建设性的想法,就是模仿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带, 将香港8间大学合并成为香港联合大学, 设总校长去负责统筹8间分校的整体发展,包括资源调配。 8间分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制度不变,职权不变, 但改为向总校长负责,取消现在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, 即我们简称教资会。 杨教授长期在大学管理层工作, 深深地明白今日香港的大学是如何远离教育的初心。 他在文章直言,他说,本地大学的人才世界一流, 但为什么对经济、民生、科技创新的贡献就是世界三流呢? 跪根究底,杨教授认为, 罪魁祸首就是本港高等教育制度被设置太多的龙奴, 包括教授会频繁的评审,院校割侯的竞争, 以及英国对本港高校的殖民式管理等等。 举个例,教授会每6年会对8间大学进行评审, 他们找来361个专家,当中70%, 即252个人来自海外,主要在英国。 他们以国际专家的身份飞到香港, 逐一评审本港4200个教研人员的所有超过16000多项的研究。 这361个评审专家会分为13个小组, 而掌团的就是32位政府召集人。 而这32个人里面,24个来自英国, 其他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。 内地和本地的专家,一个都没有。 杨教授批评教授会这种评审的态度,明显认为英国科研独步天下。 国际即是英国,世界即是西方。 思维仍停留在1997年之前。 由于评审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大学的撥款, 于是各间大学会为这个评审疲于奔命, 大家拼命地写论文抢分,追随西方专家的喜好。 至于大学研究能否配合社会甚至国家的发展, 就完全不在考虑之列。 大学是智慧的集中地,防止聪明人聚在一起。 最好的方法就是分而自知,制造竞争,令大家争造顶流。 沉醉在世界级大学,学术自由,院校自主,国际化,追求卓越等等的口号里面。 而忘记了大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培育人才,贡献国家。 原来,回归了27年, 香港大学仍然被英国设计的那套人才培养术所主导著。 感谢杨教授将问题揭出,并提出大学改革的新方向。 大学教育烂成感,小收小保已无保于事。 我们期待一场翻顶覆地的大改革。